像哪裡了 對啊 你到底 哪裡有保養 我大概30歲之前 而且感覺你今天就是 對啊 很生 30歲之前 冷冷 因為我完全沒有化妝 今天都有 給大家看我真實的 皮膚狀況怎麼樣 你為什麼說不敬業 為什麼不化妝 對 我也不化妝 對 要大家了解 你已經放棄治療了嗎 沒有 我還是有在稍微做治療 可是我記得我大概30歲之前 幾乎每個人看我都說 我皮膚超好的 是啊 你以前小鮮肉 可是後來我去出外 幾天晒太陽 我又不是一個 年輕時候不太懂保養的一個人 因為每天大家都說 你皮膚很好 你會不會覺得我皮膚非常好 沒有關係的 到最後就變成 黑色激素累積很多 就很多斑 這是唯一的問題 我覺得斑怎麼那麼多 後來就去打皮秒 我也去試著打皮秒 就是讓黑色把它消除一點 吸 吸到消 然後讓眼變亮 醫生就問我說 你會不會很怕痛 我就說我非常怕痛 好 那你上一點麻醉好了 然後上完麻醉以後 過了一陣子 麻醉 就是麻醉塗在臉上那個藥 塗完以後 要把他卸掉 開始要打皮秒 卸掉以後醫生就進來 說 你已經打完了 我說沒有 因為我 然後腫起來 因為我對那個 我對那個麻藥過敏 很明人會 不好意思說 你這樣子就可能以後 就不能再打 除麻藥了 你休息一下 我們再來做皮秒 我就休息 休息 等它比較紅的就打 我記得那天我第一次打 我躺到床上 我覺得我是被 我躺到不能動 然後我眼淚慢慢就要一直流下 一直流下 又不能動 就 就 我心裡想說 差一點不要來 覺得一直被蹂躏的感覺 你知道嗎 就是沒辦法 我就跟我自己講 我真的沒辦法做皮秒 因為我又不能上麻藥 然後我又對這個痛又這麼 那個眼淚流到 真的是不行 然後回去我跟我老婆講 我真的不能這麼做 然後我老婆就教我 她的一個 乾脆退出 不要再也不要來上顏目 也不是 我老婆教我一個方法 她說這個 對斑 可能不知道效果怎麼樣 可是對你的 她覺得我的毛細孔很粗大 所以後來她教我說 在家裡她先 讓我先用這個 洗完澡以後 先用這個增臉機 然後先增 她也以為是碼頭 為什麼 妳可以以為是碼頭 把臉伸入碼頭 很像 比例 它真的有很多不同的設定 然後它會有那種熱氣 那種冷氣 煎 對 蒸你的臉 然後做完這個以後 我老婆就給我一個 磨砂的洗面乳 去磨臉 去角質的 去角質這樣子磨 我不知道女生磨臉 實際是要這樣子 輕輕的 要輕輕的 但我們男生是這樣子 要紅了 所以我想說磨臉 當然要磨得側底 對不對 磨超 而且還剛蒸完臉 真的的時候 超側底這樣 磨 我的天啊 磨 然後一洗完 跟我上完麻藥一樣 全部刺痛 而且整個臉又是紅色 又過敏了 天啊 好痛 然後整個臉就 感覺受傷了 所以我老婆就慢慢教我 說妳要輕輕 蒸柔 所以後來我就知道 就是先蒸完臉 然後再這樣子磨砂 磨完臉以後 然後再貼 面膜 然後在睡覺之前再塗精華液 但是這個做整個過程 大概就花一個多小時 好棒 那也很值得 要保養 所以我覺得 我覺得 學了一次以後 我大概半年做一次而已 半年半生 沒有 做最開心的 最近我是在加拔鏡在做這樣 因為發現自己已經不行了 出老 已經 不是出老 已經 已經早上起來看自己 被嚇一跳這樣子 真的 太多班了 然後我剛剛一進朋友一下 是哪一個工作人員坐在那邊 怎麼辦 它麻藥過敏怎麼辦 其實我們止痛有好幾種方法 所以麻藥也是同樣的成分 但是有很多不同的廠牌在做 所以有時候就是換了 另外一個牌子 它裡面的一劑不一樣 然後就有可能不會出現紅的現象 你一定還沒找到 對 可能要找 都試試看 再多試一次 或者是我們也有其他止痛方式 譬如說吹冷風機 然後或者是冰敷 冰 先冷縮 對 麻掉這樣 先冷縮 因為我們的神經 如果你是先讓它接觸到 其他觸覺或者是冷熱的感覺 它就會對成痛度的 敏感度下降 可是如果說我 因為我這個做 我壞老婆跟我講是毛細孔 如果黑斑 又不能打皮苗 我又找不到我適合我的麻藥 我還有什麼辦法 那就是冷風機的部分是 就是跟冰敷是一個方法